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小动物托邦 1984年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殷墟亡灵区 考古队正在挖掘一座编号为M259的小型贵族墓葬 考古人员在墓室的二层台上发现了14枚成年人的头骨 其中一枚呈在一件铜眼中 尽管眼是一种真实物的器皿 但当时考古人员并没有太在意 只觉得头骨应该是偶然掉落进去的 商朝的人际行为并不算是一个冷门的知识 但不到万不得已 人们总是不愿意去承认或者深究历史深处的黑暗面 哪怕活生生的证据就摆在眼前 尽管每年去殷墟参观的游客们都亲眼见过 那层层叠叠的人际坑中的累累白骨 但对于人际 我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 它只是商朝的一个黑点 虽然并不光彩 但只是偶有发生也微不足道 然而2022年青年历史学者李硕出版的简商一书 却毫不留情地撕开了被周朝粉饰过的华夏文明最血腥的一面 吃人饮血杀福献祭 这些行为并不仅仅是商王朝的统治方式 更是那个时代由上而下的一种全民实践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周朝是礼仪之邦 周武王伐咒是顺应天意 而简商却告诉我们 历史的真相是周人也曾经助咒为虐 都以为周易只是一本占卜书 可李硕却说周易里满是周文王写下的暗语 更像是一部真实记录那一黑暗时期的史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商周之变 以及为取缔人际风俗我们究竟付出了多少 商朝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二个世袭奴隶制朝代 公元前1600年左右 夏朝末代帝王夏捷统治时期 荒淫无度残暴异常 引起天怒人怨 商部落首领汤率士兵与夏军在明条展开了生死决战 此后夏朝灭亡汤建立了商 商朝共经历了三大阶段 先商、早商和晚商 先商指的是商汤灭夏之前的时期 早商指的是从商汤灭夏到盘庚千音之间的三百年 在此期间商朝经历了九世之乱 内忧外患 国都频繁变更 直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 国君盘庚定都于殷后 商国都才稳定了下来 史称盘庚千音 殷是地名在今天河南安阳的位置 此后商朝迎来了两百多年的繁荣盛世 晚商也因此被称为殷商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时间来到了三千多年后的公元1899年 当时正值晚清光绪年间 一位名叫王毅荣的文官患了疟疾 到京城的一家药铺抓药 其中一味药叫龙骨 所谓龙骨听起来高大上 其实就是有些年代的龟甲和瘦骨 一般人抓药肯定回家瞧都不瞧一眼 直接就把药给煎了 可是王毅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当时小有名气的金石学家 他在把玩药材中的龙骨时意外发现 有些碎片上竟然刻着奇怪的符号 王毅荣立刻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 就是这样一个巧合 震惊世界的甲骨文被发现了 而此前还不知道有多少甲骨 被人们当成药材给吃掉了 所以中国考古学界有这样一句戏谈 中国商代的历史就在中国人的肚子里 1908年学者罗振玉先生通过重重查访 终于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 也就是3000年前商朝印都所在地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 对殷须展开了第一次发掘 近百年来殷须的考古工作虽有中断 但从未停止过 殷须以殷都区小屯村为中心 东西长约6公里 南北宽约4公里 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 大致分为宫殿宗庙区和亡灵区 20世纪60年代 考古专家们又发现了 位于殷须保护区东北部的环北商城遗址 一个世纪以来 考古人员在殷须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人体骨架 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 他们死于商朝的血腥祭祀活动 在西北港亡灵东区 考古人员发现了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商王室祭祀场 2000多座纵横有序排列规律的祭祀坑中 埋葬着大量白骨 这些骨架多数为俯身向下 有的是全区 有的身手分离 身手分离的骨架大多是男性 年龄大多在15到20岁之间 也有些介于30到35岁之间 每个祭祀坑埋1到12人不等 但以8到10人为多数 这些被当作祭品的人 还有一个学名叫做人生 牲畜的生 这个名字实在是不怎么好听 我们就叫他们祭品吧 商文化所到之处 如河南衍诗商城遗址 郑州早期商代遗址 甚至北至石家庄稿城台西遗址 东南到江苏同山县秋湾的商代晚期祭祀遗址 都有发现大型人际厂 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 贯穿早上到晚上 由于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破坏 整个商朝有多少人际坑已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人际的做法在商朝延续了数百年 并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 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 中国古代文献中 几乎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血腥习俗 商人十分相信鬼神 认为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 同时他们又极其崇拜自己的祖先 在商人的观念里 历代商王死后会升到天上陪伴神 也一直监视和保佑着自己的子孙 并对人间随时降下服幼或者灾祸 所以商人非常注重占卜和祭祀 无论是出征打猎还是种植搬迁 有事没事就得补一挂祭祀一下 一年365天几乎无寻不济 无事不补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一样 而相比生树青铜器石器陶瓷等 人才是祭祀中最高等级的祭品 商人认为祭品越有诚意 就越能够得到诸神和列祖列宗的保佑 另一方面灭下初期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 融合成了新兴的王朝商族 统治者急需构建一种能够维系族群认同的宗教文化 人计就是构建认同的最便捷最明晰的方式 因为在用人献祭的过程中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一次次得到了强化 所以人计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商朝的国家宗教 自殷虚发现以来 各地先后出土了15万片有字甲骨 以辨识出了5000多个甲骨文单字 这些字虽然大部分都还没有破译 但是从一些已经被破译的单字中 我们仍然可以一窥那个时代的黑暗真相 这是甲骨文中的法字 是用一把歌砍掉祭品的脑袋 这是甲骨文中的卯字 意思是将祭品对半砍开 然后悬挂的祭祀方式 这是甲骨文中的山字 意思是将祭品砍成碎块 这是甲骨文中的祭子 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陷于祭台 这个字念脚 意思是把祭品放在火上焚烧 甲骨文中的枪字 是头上顶着羊角的人 商朝时期的枪人 是生活在甘清一代的牧羊人 这只是一个范称 枪人包含着无数户不同属的松散部落 商人经常对枪人发动战争 而枪人也是商人祭祀中人生的主要来源 这是已经发掘的甲骨文中非常著名的一片 因其保存完整字迹清晰 且信息量巨大 故而出镜率非常高 这片甲骨的右下角有这样一段话 一月移卯 妹子银入移枪时 就是说在一月移卯这天 一个叫做妹子银的人向商王进贡 商王一高兴就移了十个枪人 这句话的前半句很好懂 但这个移字是什么意思呢 在甲骨文中移字是这么写的 中间两个形丝月字的部分是肉的意思 所以移字看起来就像是把肉悬挂起来的样子 意为祭祖杀生平分肉食 商王用枪人进行人际的行为并不奇怪 可是为什么要把祭品给悬挂起来呢 直到我看到了这样一副西汉画像砖 才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画像砖描绘了一场大型宴会 场面非常的生动 刨厨们各司其职 有的烧火 有的劈柴 有的杀猪 有的切菜 还有的在烤串 画面最上方是处理好的鸡鸭鱼肉 被挂在了房梁上 所以会不会是商王为了庆祝妹子银进贡 也举办了一场大型宴会 但宴会上的吃食并不是鸡鸭鱼肉呢 除此之外 史记和竹书纪念等史书都有记载 商朝末代君主商周王热衷迎见王公愿佑 北至今河北邢台市的巨鹿沙丘宫 南至今河南鹤壁市的昭歌 而且已久维持玄肉为林 夜夜生歌 然而简商一书的作者李硕认为 酒池肉林中的肉 可能并非牲畜的肉 而是别的东西 左传中有句话是 国之大事在四宇荣 这句话虽然是形容春秋时期的历史的 但史书上记载的商王朝的生活 也是围绕着战争和祭祀 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展开的 祭祀的目的是保佑打仗 而打仗的目的除了扩张疆土以外 就是俘获人生进行祭祖 除了自己抓俘虏人生 商朝还会要求陈属国定期纳贡 贡品里就包含祭祀用的人生 而商朝晚年纳贡最积极的部族是周人 没错就是那个伐咒灭伤最终建立了周朝的周人 周族是机性部族发祥于关隆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关中甘肃宁下一代 史记周本记中关于周人起源的记载颇有神话色彩 传说周族的始祖是一位叫做江源的女子 她在荒野里采到了巨人的族迹 怀孕生子取名后继 繁衍出了周人士族 在商周语言中江就是枪 所以周人实际上也属于广义的羌人 不足崛起之后 他们才给自己冠以激姓 而把周围其他西部部落统称为江姓 这标志着他们与其他西部部落之间的血缘关系 已经疏远可以互相通婚 到了周温王的祖父古宫胆父这一代 周人投靠了强大的东方商王朝 迁移到了周园 造田银社建议铸城 同时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 胆父带领周人投靠商朝之后 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替商朝捕获祭祀用的人生 甲骨文中的周字的写法 是在用字的小方格里点满点 这种点在甲骨文中代表着鲜血 它来自被杀的祭品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 而这个用字是商人对以人祭祀这种行为的专称 所以甲骨补词中也常常会出现用枪这个词 从血缘关系上讲骨宫胆父与周人的这种行为 是对古老族人的一种赤裸裸的背叛 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助纣为虐 从胆父到胆父的儿子纪利 再到纪利的儿子我们所熟知的周文王姬昌 近百年的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的屈服商朝 靠捕猎枪人周族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 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 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也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输入了周族 神秘先进的东方占卜文化自然也影响了周人 周文王姬昌就非常痴迷于占卜 相传周义就是由他所做 商与周的这段关系虽然持续了三代 但后来西周建立以后 周人却刻意隐瞒了这段黑历史 不过依然有蛛丝马迹保留在了甲骨文 以及周义当中 1976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省岐山县凤厨村北侧 发掘出了周文王姬昌在周园的宅院 整个宅院坐北朝南 东西宽约32.5米 南北长约45米 总面积1469平方米 相当于三个并列的标准篮球场 院内西厢房的位置挖出了两座地窖 地窖里藏有大量甲骨 甲骨上的补词是大有玄机 比如其中一条补词的意思是 8月新毛日占补 做梦得到启示 往西方没有灾祸 能捕获50个人吗 当时姬昌需要完成向商王朝缴纳人生的工作 所以他非常关心是否能够捕获到足够的羌人俘虏 还有一些甲骨补词的内容很是奇怪 竟然是姬昌祭祀商先王的 特别是对最晚近的文丁和蒂蚁的祭祀 文丁是商周王的祖父 蒂蚁是商周王的父亲 古人祭祀向来讲究 神不心非类 民不似非族 意思是列祖列宗的灵魂 是不会随便享受非族人供奉的祭品的 百姓也不会祭祀非本宗族的祖先 那么作为周人的姬昌 为什么要祭祀商王的祖先呢 有一种猜测是姬昌在与商人打交道的同时 偷偷观察和学习了商人的祭祀占补之术 回到周园之后 在模仿商王占补的过程 并刻写了补词 试图习得这种与神沟通的本领 除此之外 姬昌所作的周易中也大量出现了 符这个字 它的含义颇为诡异 在殷虚的累累白骨出土之前 大部分异学家都把这个符字 解释成了诚信的意思 可这种解释的方法就导致周易中的 大量挂词摇词根本就读不通 后来古文字学家高亨先生提出了一种观点 周易中的这个符字 应该是俘虏的符之本字 甲骨文中的符字是这样写的 就像是一只手抓住了一个小儿 有俘获之意 而且特指俘获祭祀用的人生 有一条阴虚甲骨补词是这么说的 真我用网符 意思就是占卜一下 我要不要用猎网来俘获俘 按照这种思路 周易中的大壮挂 蟹挂 笋挂 翼挂 锦挂 未继挂等挂的谣词中 都有有福这个词 这应该是鸡昌在占卜预测 捕获人生的结果 而虚挂的挂词和谣词 整个就是在传授猎杀俘虏的经验 挂词是有福光亨 真吉利涉大川 意思是会有所俘获和荣耀 占卜后得到的结果是吉利 有利于渡过大河 前三条窑词中的 虚于胶 虚于沙 和虚于泥 分别是在讲 在胶野 沙地和泥泞中设伏 设伏后要耐心等待 六四窑的虚于血出自血 意思是地上还有俘虏的血 但是不着急撤走 还可以再次设伏 等待藏匿者出来 九五窑的虚于九十 意思是可以举行宴会 招待并诱服对方 可以说这一挂 就是自胆负以来 周人积累的 捕获俘虏的经验 根据史料记载 周恩王姬昌非常长寿 活到了九十七岁 他人生前七八十年的日子 都过得比较平淡 闲来无事 就练习一下占卜技术 直到有一天 商周王听信谗言 怀疑姬昌有不成之心 派人把他抓到了印都 关在了商朝的国家监狱游里 当时的商周王 绝对不会想到 姬昌的游里之球 竟然敲响了商朝的丧钟 姬昌被商周王抓走之后 他的儿子们急坏了 按照商人的观念 异族的酋长是最高级的人生 再多的普通人生 也抵不上一位异族酋长 所以此时等待姬昌的命运 很可能是成为一名高级人生 姬昌的夫人大四 为他生了好多儿子 当时长子博弈考 次子激发 激书弹都已成年 他们带上重金厚礼 赶到印度四处脱关系 向商周王求情 祈求他能够网开一面 而在游里监狱的姬昌 也没闲着 传说他就是在这段时间 推演出周易的 所以司马迁才会在史记中说 文王居而演周易 周易共有64卦 每一卦的基本单位是窑 一卦六窑 长横线代表的是阳窑 两条短横线代表阴窑 每一卦都有一条简短的解说词 被称为卦词 相对的每一窑 也有一条窑词 关于易经 我们之前做过好几期视频讲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 易经中的困卦 讲述的就是 鸡昌在游里监狱中的生活 第一条窑词说 屯困于珠木 入于幽谷三岁不敌 珠木可能是用来打人的木棍 意思是臀部被打得很惨 人被关在地牢里三年 见不到想见的人 再结合砍卦的最后一条窑词 三岁不得 说明鸡昌很有可能被关押了三年之久 有人可能会说了 不对啊 左传中明明说 咒求文王七年 所以鸡昌应该被商周王关了七年才对啊 对此 简商的作者李硕认为 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 距离商周时期已经非常遥远 里面的内容不一定准确 他更倾向于认为 鸡昌是在印度待了七年 其中三年是牢狱时光 在印度期间鸡昌目睹了大量商人杀福献祭的仪式 很多恐怖经历都被隐晦的写在了周易当中 比如说周易中的包挂 挂词是不利有忧望 也就是说此行不吉利 甲骨文中的包子就像是一只兽 被悬挂起来 兽的旁边是一把刀 周易64挂与甲骨占卜是有所不同的 甲骨占卜往往只针对某一具体事件 但周易64挂推演的却是事情发展变化的规律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可变的 六摇的不同组合对应着不同的挂项 哪怕只变换一个摇也会变成另一种挂项 64挂兼有挂名 而且是成对组合的 比如说前挂和坤挂 太挂和匹挂 同仁挂和大友挂等等 就拿太挂和匹挂来说 太挂反过来就是匹挂 匹挂反过来就是太挂 代表着世间事物往往有另外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 一切都可以颠倒冲来一遍 商族曾经也很弱小 但他们后来却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 这个过程同样是可逆的 目前强大的商王朝也可能会灭亡 这种思维方式可谓石破天惊 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走出神权时代 普遍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鬼神主宰着的 商王朝世代向诸神献祭 从而得到神的福佑 而和商朝作对就意味着违反诸神的意志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按照姬昌的推演 诸神的心意也是可能改变的 周族人也可以得到神的垂青 可以说在《游礼地牢》里 姬昌无意间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那就是减伤是有可能的 减伤一词实际上出自于诗经鲁颂 意思很明显 剪断商咒的语意 戒指剿灭无道建立王爷 刚才我们说到64挂中 每一挂中只要有一摇发生变化 就会出现不同的局面 而对于周人和商人来说 这一摇就是博弈考之死 众所周知后来鸡昌是成功从有礼之求中脱险了 还被商咒王封了西伯的爵位 实际中所记载的故事是 鸡昌向咒王割让了洛西之地 咒王才一高兴赦免了鸡昌 还赐予了鸡昌弓副月以及西伯的头衔 象征着西土的征伐之权 可这种刺绝为赏兵器的做法 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甲骨文的补词当中 更像是西周之后的分封制度 再加上洛西之地 其实是属于魏河北之流洛河的西侧 与周人的大本营周园相距甚远 周人当时不太可能已经扩张到了洛西之地 所以割让洛西之地的说法 大概率只是后人的想象 相比史记 帝王世纪和六涛中的记载 似乎更贴近史实 帝王世纪中说 鸡昌被求游礼期间 长子博一考在商朝做质子 为咒王赶马车 当时有很多人都说 鸡昌是西土圣人 咒王不悦就说想考验一下鸡昌 咒王心想 如果鸡昌真是圣人 肯定不会吃自己儿子的肉吧 于是咒王就命人 把博一考做成了肉羹 并赐给鸡昌吃 结果鸡昌吃了 咒王得意的说 看吧 谁说鸡昌是圣人来着 吃了自己的儿子的肉都不知道 六涛中的记载则更加露骨 说咒王根本就没有隐瞒鸡昌 鸡昌是在知情的情况下 食子肉银子血的 由于帝王世纪和六涛中的记载 太过于颠覆参观 自古以来似乎只能流传于野史 直到殷虚中的累累白骨被发掘 我们才知道 这些行为对于商人来说 是再正常不过了 人际活动后吃掉鸡品 是商朝传统的结盟仪式 鸡昌选择参与这种仪式 是为了向商咒王表示自己的忠心 甚至可以说 这就是册封鸡昌为西伯的典礼程序 在印度的七年 鸡昌是彻底看清了 商王朝的血腥真面目 这有多少个儿子都不够商咒王祸祸的呀 如果说有理之求 是让鸡昌论证了减伤的可能性的话 那么儿子博弈考之词 就是让鸡昌起了减伤之心 回到周园后不久 鸡昌便宣布受命 意思是接受了神的命令 要他成为人间的王者 减伤大业正式开始 也是从这时起 鸡昌成了人们习惯称呼的周文王 可商朝乃东方泱泱大国 想要减伤 仅凭周族一族的势力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周文王想到了 拉拢长期被商朝当作祭品的其他西部枪人 但问题是过去数百年里 周人充当的都是商王朝猎杀枪人的爪牙 枪人怎么可能跟周人合作呢 此时一位关键人物拿着钓鱼竿登场了 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江子牙 江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江子牙与周文王相识的过程 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江子牙江姓吕氏自子牙 前面我们说了 商周时期江同枪 虽从族姓是可以看出来的 江子牙也是一名枪人 在他的游说之下 周族重新建立了和西土枪人的盟友关系 此后十年间周文王法犬戎 功密虚国灭骊国 打穷国 还收拾了商周王的重要羽翼 崇猴虎 拿下了崇猴虎的崇国 一手缔造了天下三分有其二的局面 只可惜眼看霸业江城之时 周文王去世 此后减伤的大业落到了周文王的次子 激发身上 激发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周武王 文王留给儿子的是一个 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周邦 他已经占领整个关中 可能还有近南和河南地区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若干个方国盟友 以及隐藏在印度朝廷里的周王反对派 但即使是这样周武王对于减伤事业 还是精神高度紧绷的 也许是掌兄博弈考的惨词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 也许是他始终不具备父亲文王那种寿命于天的信念 总之周武王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一周书中多个以物为题的篇章 都记载了周武王的噩梦之痛 每每从梦眼中醒来 周武王都要派人去请弟弟姬书蛋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周公蛋 向周公蛋讲述梦里的惨状 然后问他说 我们真的能够得到神的保佑吗 减伤是否是逆天贝伦之举 可见商人的那套鬼神祭祀信仰 早就已经在武王的心中扎根 周公蛋只能用解梦的方式 尝试宽慰和开导兄长 这才是周公解梦的真正由来 终于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之后 公元前1046年 武王在牧野发动了伐咒的决胜战 公元前1046年2月1日凌晨 周武王激发开始在商别都昭哥郊外的牧野集结兵力 时机记载周人和他的同盟军共4万5千人 而商周王集结的军队像丛林中的数目一样多到无法计算 保守估计至少有70万 4万5千人对战70万人 这仗可怎么打呢 但是要知道的是 庞大集团的溃败一般都是从内部腐烂开始的 商军的这70万人有不少都是俘虏和奴隶 他们被商周王临时拉到了战场上凑数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在两军即将交锋之际 商军内部突然发生了军队滑变 大量士兵临阵倒戈掉软兵器 开始攻打商人 周武王率领的4万5千人大军 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大获全胜 此时自知大势已去的商周王登上露台复活而死 就这样2月甲子日的清晨 商朝大军覆灭 入夜商王殒命 一天之内中土世界天翻地覆 对于商周王的焚身而死 后世绝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成为了一种走投无路的决绝 但是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 这其实是一场最高级别的献祭 王把自己献祭给了诸神和祖先 然后王升往天界来到了诸神的身边 接下来他要做的自然是给叛逆的周人将下灭顶之灾 为了打破这个魔咒占领殷都之后 周五王在殷都周庙进行了大型的聊祭 祭品自然是商王朝的人 执行方式是废 场面过于残忍实在无法描述 也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搜索 总之整个祭祀现场充斥着祭品的哀嚎和惨叫声 周五王就是要让这些叫声上达天听 这样诸神才能够看到他祭祀的诚意 才会选择站在周人这边 周五王的这次人迹究竟是一次复仇的特例 还是常态化的接受了商人的人迹宗教 我们不得而知 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 在减伤的过程中 五王自己也完成了伤化 而真正带领华夏走出人迹阴霾的人 是周五王的弟弟周公的 灭伤两三年后 周五王激发在失眠和噩梦的困扰中忧郁而亡 继位的周成王激宋尚且年幼 所以西周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五王的弟弟周公淡摄政的 根据荀子儒孝篇的记载 周公淡不仅拥有王的全部权利 使用王的全套礼仪 甚至陈良们也都直接称他为王 周公淡摄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 来巩固周王朝的根基 比如平定叛乱 拆解商人社会 分封周人诸侯等等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 但已经完全被后世遗忘的举措 那就是彻底废止了商朝的人际文化 人际是一种漫长而顽固的信仰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算起 已经延绵了有两三千年了 商王朝更是将其吸收到了王朝制度当中 想要根除上千年的积息并不容易 为此周公淡所做的第一步 就是将印都彻底抹去 印都不仅有众多商王陵 还有无数的人际坑 血腥的人际文化和印都联系太多 周公淡将印都的商人族群拆分 使他们散居到各地 断绝他们与故土之间的联系 显赫的商人贵族则被迁到了关中 西州初期的都城就在关中的稿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 把商朝的遗留贵族 放在西州统治者的眼皮子底下 亮他们也不敢造次 还有一部分非常顽固的商人 不愿意离开印都 为说服他们搬走 周公淡在河南平原上 一个小山环抱 三面汇流的盆地里 营造了新城取名洛邑 也就是今天的洛阳 英玩民们被强制迁往了洛邑 随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印都 大火之后 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变成了土堆 商王陵墓也被盗绝一空 这张图是殷须M1001 墓穴上面大面积被破坏的平面图 几乎殷须商王陵所有的大型墓 都遭到了这种毁灭性的破坏 这种程度的破坏只能是官方行为 接下来第二部 周公淡要销毁与人迹有关的所有文献记录 包括周人曾经为商朝四处征伐 捕猎人生的耻辱历史 周公淡要做的是彻底抹杀 关于人迹的记忆防止他死灰复燃 因为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 但周公淡不敢销毁父亲周恩王留下的周易 不过好在周易的内容非常隐晦 可以将其中记录的血腥历史 强行解释成庸长的内容 接着周公淡开始重新编撰历史 在此后的史料中 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的区别 历代商王和宰府门也都仁慈智慧兢业业 只是末世的商咒王丧心病狂 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 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被归于咒王一人 他附和着千百万人的罪孽 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疯子的样子 以至于孔子的学子子贡都怀疑 关于咒王暴虐的说法是不是后人虚构的 周公淡还构建出来了一套 以天命官为核心的世俗道德体系 指出王朝想要获得上天的保佑 要做的是行德政 勤政爱民 而不是祭祀神明不断杀戮 最后一部周公淡开始颁布新政 禁止人迹当然是新政中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 宰杀牲畜也不能超过二十头 周公淡开始迎建洛邑新城时 祭祀典礼只用了两头牛 次日击败土地神 也只用了牛羊猪各一头 可以说周公淡所有的新政 都是围绕着德这个字展开的 他制定了种种礼节 希望人们可以学会控制欲望 把社会规训的和善 节制长幼有序 这些说教和规范 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 后来被统称为周理 周公淡还以身作则 每一次面见年少的侄子周成王时 他都战战兢兢如对严妇 每次向成王表达完自己的意见 或者听成王说完每一句话 周公淡都要以头触地 常跪骑手许久 以至于逐渐长大的成王 和所有青年们一样 开始萌生叛逆的心里 对这些繁荣礼节和道德 说教渐渐不满 但周公淡 尾时无法向侄子解释 自己这种对道德几乎病态的依赖 是源自年轻时在殷都的痛苦血腥经历 这是他和父亲兄长生命中 不能承受之痛 已经无从向年轻一代谈起 就像兄长博弈考的死的真正原因 已经不能再被触及一样 成王二十岁时 周公淡退位成王亲政 此后不久 西周将都城迁往了洛阳 至此华夏文明终于完成了 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正如视频开头所提到的那样 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以及中心思想都来自于简商一书 这本书出版于2022年10月 作者李硕老师 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硕士博士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毕业后 李硕老师曾经做过新闻记者 当过编辑 还出版了多部著作 简商这本书 绝对是一本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虽然也有很多人认为 书中的部分论证不够严谨 有一些主观 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 依然可以被视为一部 言之成理逻辑自洽的优秀著作 最重要的是 简商打破了固有的历史框架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审视商周之变的全新视角 今年4月22日 第11届春风阅读榜在杭州揭晓 白银图书奖非虚构类奖 颁发给了简商这本书 但令人感到心痛和惋惜的是 3月15日 李硕老师在朋友圈发布消息称 自己罹患重病 即将告别这个世界 大快劳生惜我已死 是李硕老师面对死亡的坦然达观 他说我活着也很少能享受生活 总忙忙乱乱操心 下面该写个什么 现在总算能休息了 不知道这期视频发布的时候 李硕老师是否已经离世 如果还在和病魔做斗争的话 真心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他能够化险为夷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屋 欢迎上东托邦 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九必和和九必分 公元五六世纪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那是一个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时代 它像一座桥梁 一端连接着秦汉之后 天下四分五裂的三国两进 另一端连接着统一 繁荣兴旺的隋唐盛世 这一时期就是被称为 大乱世的南北朝 公元420年到589年的短短100多年间 南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多个政权 王朝更替战争频发 一个王朝如果有一两个昏君暴君 对于百姓而言都已经是天大的不幸了 但是在南北朝时期有这样一个王朝 他的每一任皇帝都荒淫无道 残害兄长强迫嫂嫂 在这里都算不上什么奇闻怪谈 皇帝裸奔母子乱伦 那是常规操作 最重要的是 这些有为人伦的事迹 竟然都出自正史而非野史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秦寿王朝北齐 公元291年短暂统一天下的西晋 爆发了巴王之乱 从此遍地封烟 北方游牧民族乘机起兵脱离晋朝 拥兵自立 并且不断向中原地区内迁 登上了争霸天下的舞台 其中以匈奴 险卑 杰 枪 低 五个部族最具代表性 史称五胡乱华 这些少数民族在华北地区 相继建立了20多个政权 其中五粮 四烟 三秦 二兆 承汉 胡夏 这16个国家存在的时间较长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 西晋变亡后 公元317年 晋宗氏司马瑞在中原逝世的支持下 南渡长江来到建康建立了新政权 史称东晋 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 东晋就一直窝居长江以南 并且以长江为天险 公元420年 东晋全称刘豫 逼迫进攻地司马德文让位 在建康登基为地 改国号为宋 史称南朝宋 标志着南北朝时期的开始 公元439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韬韬 结束了北方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 统一了黄河流域 北魏开始与南朝宋 南北对质 通过以上的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 称自东晋 先后建立了南朝宋 南朝齐 南朝梁 南朝臣 四个王朝 北朝 称自十六国 先由北魏一同北方 后来北魏又分裂为了东魏和西魏 公元550年 高氏的北齐取代了东魏 公元557年 宇文氏的北周取代了西魏 而发生在北齐王朝的荒诞故事 我们还要从北齐的 惦记人高欢开始说起 公元496年 北魏孝文帝拓跋红 照令险卑八大贵族 全部改为汉姓 并将皇族姓氏拓跋 改为元 标志着北魏险卑族的汉化 但也是在同一年 一个险卑化的汉人高欢出生了 根据北史神武记记载 高欢是名门望族渤海高氏的后人 他的六氏祖在西晋时期 官至玄徒太守 祖父也在北魏当官 官至施玉史 但后来犯了法 被发配到了北魏六镇之一的怀硕镇 高氏从此家道中落 因为常年居住在边塞 高欢的生活习惯逐渐显卑化 所以大部分史学家认为 高欢是显卑化的汉人 但是也有少数学者 对北史中的记载存疑 他们认为高欢的世系 可能是伪造的 所以不能断定他就是一名汉人 但不管怎么样 根据历史记录 高欢自幼家境贫寒 成年之后 他找的第一份工作 是看守城门的大头兵 虽然长得帅又有才 但因为家里穷 买不起战马 所以无法升迁 这里科普一个冷知识 北魏时期想要做军官 是需要自备战马和武器的 买不起战马 就意味着只能在基层摸爬滚打 不过就在高欢守城门之时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 一个叫做楼昭君的白富美 看上了他 楼昭君显卑族人 是北魏真定侯楼梯的孙女 父亲楼内干是当地的富豪 楼昭君漂亮又聪明 拜倒在他十六群下的当地豪族 是数不胜数 但他偏偏对高欢是一见倾心 甚至不惜倒贴财礼 也要嫁给高欢 就这样高欢屌丝逆袭 赢取了白富美 根据北齐书记载 楼昭君性情宽厚 柔顺勤俭 一生共为高欢生下了六儿两女 其中四个儿子后来都成了皇帝 可谓是史上最牛母亲 取了楼昭君之后 高欢也有钱买马了 很快就成为了 怀硕镇上的一名寒使 说白了就是一个送信的小官 公元519年到524年这六年间 高欢一直从事着这份工作 频繁往返于六镇和都城洛阳之间 虽然辛苦 但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根据北史记载 高欢有一次从洛阳回到六镇之后 突然开始亲近家财结交门客 亲戚们都不解的问他说 咋了 你媳妇家的财产不香吗 高欢回答说 我在洛阳的时候 正好目睹了禁军造反 他们一把火烧了朝廷 重臣张仪的宅子 朝廷连坑都不敢坑一声 这样的朝廷还有希望吗 守着财物又有何用呢 敏锐的高欢从一起动乱 就遇见了北魏的末路 史书中说 他从此有了澄清天下之志 尽管高欢此时还只是一个小关 但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很快 亲财重视的高欢 就结交了各路有志之士 打造了一个前途无量的朋友圈 公元524年 反抗北魏朝廷的六镇起义爆发 北魏权力格局重新配置 负责镇压叛乱的尔朱荣 借机壮大自己的势力 将六镇起义军一一收编 叛乱被平息之后 尔朱荣成了北魏的实际掌权人 早在叛乱爆发初期 高欢就投入了尔朱荣的麾下 并且很快取得了尔朱荣的信任 就在尔朱荣犹豫着 要不要更进一步的时候 高欢怂恿他说 您何不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取而代之呢 尔朱荣听后大悦 然而朝廷也早就察觉到了尔朱荣的野心 公元530年 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袁紫右亲手刺杀 一代萧雄窝囊死后 他的唐侄尔朱赵在慌乱中接管了军队 此时的高欢已经不想再给尔朱市打工了 高欢趁尔朱市混乱之际 利用高超的演技 说动了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起义军归顺自己 并且把他们带往河北 这20多万之众的六镇军民成为了日后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 公元533年高欢灭了尔朱家族 夺取了北魏大部分的地盘和人口 此时唯独关隆地区还被尔朱荣曾经的手下贺拔月和侯墨陈月把持着 贺拔月和侯墨陈月各自统领部众镇守关隆 看似拧成了一股绳 实则内部矛盾日久堆积 高欢用反监计诱使侯墨陈月暗杀了贺拔月 他以为能一举瓦解关隆势力 可没想到贺拔月的部下推举28岁的宇文泰作为老大 在宇文泰的带领下贺拔月旧部果断击败了侯墨陈月 完成了关隆地区的统一工作 此后数十年里宇文泰成为了高欢的劲敌 有史学家将高欢和宇文泰比作北魏时期影响历史的双子星 宇文泰是武川镇土生土长的显卑人 其父宇文公是个部落的小首领 在奉行弱肉强使法则的北方军阵中 宇文家族也算是小有势力 公元534年高欢拥立袁善建为帝 建立东魏迁都叶城并以晋阳为别都 此年正月初一 西边的宇文泰拥立元宝剧为帝 建立西魏定都长安 北魏正式分裂为了东西两魏 显然不管是元善剑还是元宝剧 都只是傀儡皇帝 高欢和宇文泰才是真正的掌权人 但他们又如同曹操和司马懿一样 只是做到了无冕之王 没有触碰那触手可及的龙椅宝座 捅破这层窗户指的还是他们的后代 公元547年52岁的高欢病逝 长子高成以大将军大刑台的身份 接管东魏政权 只可惜公元549年 离成就霸业仅有一步之遥时 高成被家奴刺杀 其地高阳也是高欢的次子被推到了台前 公元530年高阳迫使孝敬帝元善建善位 称帝建立北齐 史称齐文宣帝 高欢被追封为了北齐神武帝 从公元533年高欢控制北魏政权算起 经历了两代三人17年的努力 高氏家族终于取代了元氏家族 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公元556年 宇文爵承系了父亲宇文太的官爵 并于次年在堂兄宇文户的扶持之下 正式继位称天王 国号大洲 史称北洲 提到高欢史书中的评价 有父谋略 善君正 明察秋毫 清才重视 知人善认等等 但这只是高欢正向的一面 他的另一面是 嗜酒好色 荒诞淫乱 不仅是高欢 高氏家族每一个登上王位的男人 都像中了某种诅咒一样 把纵欲乱伦滥杀的特质 发挥得淋漓尽致 使北齐成为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 秦兽王朝 后世常常把高欢比作南北朝版本的曹操 不仅因为他有曹操一样的枭雄之志 还因为他和曹操一样都好人妻 除了正式楼昭君之外 高欢还有诸多姬妾 其中不少都是二婚甚至三婚 少女不是他的菜 嫁过人的女人才对他的胃口 大耳珠氏 也就是耳珠蓉的女儿耳珠英娥 嫁给高欢时已经是第三次成亲了 乔耳珠是耳珠赵的女儿 她原本是北魏建民皇帝元叶的皇后 后来被高欢收了房 北魏的广平王妃郑大车 仁臣王妃冯娘 承阳王妃李娘 都在丈夫死后嫁给了高欢 其中要属广平王妃郑大车的容貌 最为动人 而且观念开放 高欢虽然爱美人 但更爱江山呀 为了实现他的宏图霸业 他一年365天 恨不得360天都待在军营 正当正大车寂寞难耐的时候 高欢的儿子高成来雪中送炭了 根据北史记载 高欢出去打了一场仗 回来时却发现儿子高成 夜夜摸黑往小妾屋里跑 高欢一气之下 打了高成一百棍 把他软禁了起来 但终究雪浓于水 再加上家丑不可外扬 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此后高成也收敛了不少 但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当然没有 斯通风波过去八年之后 公元五百四十三年 正大车为高欢 生下了第十四子高润 高润完美继承了 母亲正大车的美貌基因 长得那是一表人才 高欢很是欢喜 称她是五家千里居野 但就是这批千里居 到了十四五岁 还跟母亲正大车 同踏而卧 不仅如此 北齐书记载 他们俩同寝的时候 还会有会杂之声传出 高欢晚年时北方柔然 羽翼见风 为了维系和柔然的关系 高欢派遣使者前往柔然 为儿子高成求亲 可没想到柔然王却说 高王自取便好 要说这高欢的正妻楼昭君 是真贤惠啊 他权衡利弊之后 对高欢说道 此乃国家大忌不可犹豫 说完就收拾出来了主事 搬到了别院去居住 就这样 十六岁的柔然公主 成了高欢的正妻 可此时的高欢已经年过五十 就算有那心也没那力了 柔然公主嫁过来没几天 高欢就得了重病 无法同房 是真的重病 不是借口推脱那种 但柔然王听了之后 依然暴怒 没办法 高欢只得命人 把病床抬到了柔然公主的房间内 在那里治病 不久后 高欢就因病去世了 此时的柔然公主年方十八 柔然王当然不可能 看着自己的闺女从此守拐呀 医生令下说道 按照咱们草原的规矩 老爹死了 继位的儿子 是要再娶老爹的小妾的 这又不是财产还在继承的 总之 柔然公主 嫁给了高欢的长子高成 并且于公元五百四十九年 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是没有想到 孩子刚一生下来 高成就被刺杀了 此后 柔然公主不知所踪 高成在短暂的掌权期间 还玷污了弟弟高杨的妻子李祖娥 但即使是这样 高成和他的老爹高欢 也算是高氏家族里 相对正常的两个人了 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杨 在完成了 凯朝换代的大业之后 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高杨登记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强迫了 哥哥高成的嫡妻原氏 还直言不讳的说道 捕兄昔日监我父 我今虚报之 统治后期 高杨每日以 纵欲酗酒残暴滥杀为乐 嗜酒如命四个字 用在他身上 是再合适不过了 每次喝完酒 他都六亲不认 行为疯癫 隆冬季节 一丝不挂的 就裸奔上街了 有时候还会涂脂抹粉 穿上女人的衣服 招摇过世 自治通鉴记载 天保七年 公元556年的一天 已经贵为太后的 楼太后 看到儿子高杨 又在撒酒疯 便举起手杖 边揍边骂道 你爹一世英雄 怎么就生了你 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呢 高杨此时 已经被酒精烧坏了脑子 他被亲娘打几眼了 直接回怼过去说 死老太婆 你再敢骂我 明天我就把你嫁给胡人 楼太后听了儿子这话 差点没气晕过去 没过一会儿 高杨酒醒了一些 对自己的行为 感到非常的后悔 见母亲一脸怒气 就想逗她开心 偷偷爬到了楼太后的床下 想把床给拱起来 让楼太后笑一笑 可没想到 让母亲从床上摔下来 又伤了腰 隔天完全清醒之后 高杨又后悔不跌 他让身边的侍臣 去院子里点了一把火 准备要放火自焚 楼太后见状赶紧阻拦 声拉硬拽 还安慰他说 母亲知道你喝醉了 母亲不怪你 后来又有一天 醉酒后的高杨 带人闯入彭城王府 那里是老爹高欢 曾经的妾室 耳珠婴儿的住所 高杨打算墙上耳珠婴儿 这可真是令人目瞪口呆了 耳珠婴儿 好歹也算是高杨的小妈 自然是死活不同意 结果就这么被高杨给宰了 高杨还有一个容貌 倾国倾城的宠妃薛平 歌姬出身 有一段时间和高杨如胶似气 整日都黏在一起 但正所谓半君如半虎 又一次高杨醉酒之后 突然觉得相貌如此绝美的薛平 早晚有一天会绿了他 竟然一刀砍下了薛平的头 然后还若无其事的 把人头揣在怀里 继续参加宴会继续喝 九郭三巡 正在众人兴致大好之时 高杨突然把人头掏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在座宾客 无不大惊失色 只有高杨这边抱着薛平的尸骨 边哭边唱 家人再难得 日复一日的沉迷于酒色之中 公元559年 年仅33岁的高杨 因为过度酗酉酒而亡 太子高阴继位 但高阴这边龙椅还没坐热 便被叔叔高掩窜了拳 高掩继位之初 母亲娄太后曾经嘱咐他 不要杀掉废帝高阴 当时他也是满口答应 此后高掩历经图治 关心民生 建粮仓改军制 算得上是北齐开国之后 唯一的一位明君 但是再嫌明的人 也难免会犯个糊涂 卑士记载公元561年 高掩寻刑禁阳的时候 身边的术士说 夜城有天子气 当时费帝高阴就在夜城 高掩担心将来 高阴会被人拥立复辟 便赐毒酒 让他自我了结 高阴挣扎不从 一名士兵冲上来 将这位年仅17岁的费帝 活活给勒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果报应 费帝高阴死后不久 高掩在一次打猎时 意外坠马 此后一病不起 与26岁英年早逝 在位仅一年 高掩临终之前 为了不让儿子高百年 落得和高阴一样的下场 决定直接传位给弟弟高掩 并且嘱咐高掩说 已经要误妻子 质疑好处 误学前人也 意思是不要学自己 残忍伤害侄子 但是高掩还是 低估了高掩的心狠手辣 论才能 他远不如哥哥们 但是论疯狂 他在一众高家兄弟里面 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登基后 高掩干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杀死了侄子高百年 干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强占了皇嫂李祖娥 早在高阳活着的时候 高掩就对这个皇二嫂 颇为心动 但苦于没有机会 如今皇权在握 还不赶紧为所欲为 李祖娥一开始宁死不从 但高掩拿着李祖娥 小儿子高少德的性命 威胁他 李祖娥只能乖乖就范 任由高掩发泄授欲 可怜了李祖娥 只因财情风华冠绝当时 就先后遭到了夫兄高成 和小叔高占的欺凌 不久后李祖娥怀孕了 她羞愧难当 整日待在寝宫里闭门不出 连儿子高少德都不见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祖娥怀孕的事 还是被儿子高少德给知道了 高少德误会母亲 是贪恋权利 才做出了有为人伦之举 几个月之后 李祖娥诞下了一名女婴 她无法面对这个孩子 也无法面对自己 在生产当天就亲手结束了 女儿的性命 此事让高占极为震怒 她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一样 冲到了李祖娥面前 在李祖娥面前 杀了李祖娥的儿子高少德 悲痛欲绝的李祖娥 从此削发为泥 后半生与青灯为伴 在高占纠缠嫂子李祖娥之时 高占的皇后胡适也没闲着 说起这位胡皇后 她与高占称得上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但恭维寂寞的 她与高占的宠臣何世开 看对了眼 何世开精通沃朔 其实就是古代的双路象棋 胡皇后说太想学术 高占便让何世开教他 结果沃朔是假 调情是真 两双手在棋盘上 是摸来捏去 另一边高占就只顾 饮酒作乐 对此视而不见 为了讨好高占 何世开还说 纵观古代帝王 无论是摇顺宇 还是夏节商咒 死后不都尘归尘 土归土吗 所以人生在世 就应该尽情享乐 朝政大事 不如就交给太子吧 没想到高占 竟然真的听了 何世开的这方鬼话 公元565年 他让位于太子高尾 安心理得地 做起了太上皇 从此一味淫乐 结果不到三年 就因为酒色过度而死 高占死后 胡皇后跟何世开的关系 基本上就公开化了 这引起了群臣的不满 公元571年 何世开被狼牙王所杀 胡太后又寂寞了 一天他去寺庙里烧香 看到了一位名叫 谭县的和尚 长得那是身材魁梧 面目清秀 胡太后赶紧把他 带回了宫中 去切磋佛法 这不切磋不要紧 一切磋之后发现 和尚简直是一块宝藏 从此隔三差五 就会有长相俊美的小和尚 被带入宫中 胡太后还把他们 打扮成宫女的样子 让他们相伴左右 结果更扯的事情发生了 一日皇帝高伟看到太后身边 有两个小宫女 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 就想带回寝宫去大饱口服 可这两个小宫女的行为 实在是太怪异了 他们吓得连连后退 高伟下令强行扒了他们的衣服 这下圆形毕露 胜度之下 高伟下令将宫中所有的僧侣 一律处决 胡太后就这样一路奔放到了 北齐灭亡 高氏被北州的宇文氏赶尽杀绝后 胡太后带着儿媳流落到了北州 结果二人竟然在这里 开了一家妓院 开妓院不说 胡太后还亲自接客 烟花丛中 她反而更加如鱼得水 史书记彩 胡太后曾经感慨说 为后不如为昌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从高城到北齐的 开国皇帝高阳 再到其五成帝高站 高家人的荒淫行为 虽然步步升级 但真正把北齐推上绝路的 还是高站的儿子 齐后主高伟 高伟绝对算得上是 高家各种变态之极大成者 不知人间疾苦的他 曾经自创《无忧曲》 还亲自弹奏琵琶演唱 于是便有了《无忧天子》的称号 这位无忧天子还是个行为艺术家 过腻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就在宫中建了一个贫儿村 天天穿着蓝绿的破衣服 化妆成乞丐向人刑起 后来又建造了一个民间市场 一会儿办买主 一会儿办卖家 忙得是不亦乐乎 艺术家高伟 连杀戮游戏都玩出了新画样 北史记载高伟闲来无聊 最喜欢杀人扑面而视之 他还养过一只鹰 每天割活狗的肉喂他 狗好几天才死 相当于零食了 寥寥术语 其残暴程度可见一斑 一次高伟听说同父异母的兄弟高绰 曾经纵狗撕咬一对母子 不禁对这个创意是大感佩服 他立刻招高绰进京 问他在定州什么事情最好玩呀 高绰说那莫故于把蝎子和猴子放在一起 看他们自相残杀了 高伟听了之后是大受启发 他命人连夜寻来了大量的蝎子 放在一个缸子里面 升级了高绰的玩法 直接把人丢了进去 缸中传来阵阵的哀嚎声 高伟则在一边拍手叫好 他还埋怨高绰说 这么好玩的事情 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高伟一高兴 高绰就被封了个大将军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高伟有一个宠妃名叫冯小莲 长得那是兵姬玉骨 我见游莲 高伟觉得此等游物 自己欣赏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于是不论是上朝 还是和大臣们议事 高伟都把冯小莲揽在怀中 冯小莲是曲线玲珑凸有致 看得大臣们面红耳赤 连说话都结巴了 后来高伟干脆让冯小莲 赤身躺在朝堂上 大臣们看一眼 他收一笔钱 这就是玉体横尘的典故 古今帝王不乏娇奢淫义 昏溃无能者 但有的也能得善终 究其原因在于 有一批忠臣良将 替昏君守住了这个国家 北溪这等变态王朝 还能延续二十多年 也是得益于 狐绿光 兰陵王等一批忠勇之士 誓死保卫着国家 但其后主高伟 偏偏自断羽翼 杀忠臣 丑宁臣 亲手葬送了北溪的国运 狐绿光赤乐不仁 夫妻是北溪第一代 功勋老将狐绿金 从小擅长骑射 在他青春不识仇的年代 曾经跟着高成外出打猎 高成看到天上飞着一只大鸟 以为是大雁 顿时就起了禅心 他让狐绿光 把大雁给射下来 当自己的下酒菜 狐绿光二话没说 纵马狂奔 晚宫中满月 接着一声惨叫 大雁旋转直下 落在了高成的马前 众人上前围观无不惊呼 原来这不是什么大雁 而是一只雕 那个时候如果有射雕英雄传 那狐绿光必定榜上有名 北溪文宣帝高阳时期 狐绿光曾经仅以五千的兵力 就拿下了北溪边境的 天柱 新安 牛头 三述所 公元564年 北周出东 十万大军攻打洛阳 狐绿光仅以五万骑兵迎击 两军在芒山相遇 爆发了著名的芒山之战 狐绿光大败周军 斩获三千手机 威震四方 此后不少战役中 敌军一听领兵的是狐绿光 甚至是不战而逃 狐绿光一生参加过 大大小小无数战役 与北齐开国功臣段韶 以及兰陵王高长公 并称北齐三杰 最重要的是 狐绿光为人正直 极恶如仇 最看不惯皇帝身边 溜须拍马屁的宁臣 这就使狐绿光成为了 祖艇 木提婆 陆令轩等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他们设计 让其后主高伟 相信狐绿光有谋反之心 篇幅有限 这段故事在这里 就不展开说了 之后的会员视频中 我会跟大家详聊 公元572年 高伟已经对狐绿光 起了杀心 但高伟生性怯懦 对于该如何下手 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此时 奸臣族挺又出来蹦的 他对高伟说 陛下何不赐狐绿光 一匹宝马 并且约他明日游猎东山 他必定前来谢恩 此日 狐绿光如约而至 高伟身边的侍卫刘陶芝 从后面偷袭狐绿光 未能得手 狐绿光回头一看是刘陶芝 顿时明白了七八分 刘陶芝外号 北齐官场 头号屠夫 不少功勋大臣 都是死在他手上的 就这样 一代名将狐绿光 被刘陶芝和三名大力士 用弓弦活活给勒死了 临死之前 狐绿光说道 刘陶芝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但我狐绿光 致死都不会对不起国家和皇帝 诸禄功臣之后 高伟又把目光转向了亲族 蓝陵王高长公 是高伟的堂兄 高成的第四子 他绝对是高氏家族里的一顾清流 长相如女子般动人 但是上阵杀敌却无比骁勇 至军严明 身先士卒 将士们曾经为他做歌谣 蓝陵王入阵曲 全国颂唱 深得民心 后来有一次高伟问他 你打仗的时候深入敌阵 难道不害怕吗 如果失利的话 后悔也来不及啊 蓝陵王说道 国事即家事 我没想那么多 就冲进去了 本来是一番表忠心的话 但是家事二字 成为了高伟心中的一根刺 这怎么就成了你高长公的家事了呢 难道你想篡权不成 公元573年 高伟命人给蓝陵王送去了一杯毒酒 蓝陵王看着酒杯说道 我一生忠心不二 无愧于天 蓝陵王的爱妃劝他说 何不求见天言 但蓝陵王明白 高伟要是个明君 老将胡绿光就不会荣马一生 最终惨死在自己人手里了 万念俱灰的高长公 扔下了一句 天言何有可见 一杯阵酒下肚离开了气数已尽的北齐 至此加上此前已经病逝的断勺 北齐三节尽数陨落 西边的北州得知此消息是举国上下宰割宰物 三年之后576年 北州及全国之力攻打北齐 早就已经自断长城的齐后主 此时又上演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骚操作 北州军队猛攻晋州时 高伟正和宠妃冯小莲在别都晋阳的郊外打猎 接到战报 高伟本来想率大军十元的 但冯小莲是玩性正浓 他让高伟再猎一局 等到围猎结束之后 晋州一破 后来寒冬将至 北州军队退回了都城长安 高伟重整大军 带着冯小莲御驾亲征 打算收复晋州 他认为有皇帝在军中可以提振军心 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可后来事实证明 你还不如别来呢 起初北齐将士们挖地道 射云梯 昼夜猛扑 晋州的城墙塌了十余杖 正当大军准备城市攻入的时候 高伟突然叫停了进攻 原因是 他想让爱妃冯小莲 亲眼看到大军攻垮城市的壮观景象 但冯小莲是谁啊 人家是美女啊 如此难得的景象 怎能素颜以对 他对着镜子涂脂抹粉了数个时辰 等到他化好妆来观战的时候 北周人已经把城墙上的窟窿补好了 接着北齐军队连连败退 一直被逼到了北齐的别都晋阳 就在两军打得难解难分之际 冯小莲突然高声喊道 军队败了快跑呀 接着拉着高伟就要逃 旁边的大臣劝谏说道 有进有退此乃兵家常事 我方军队未有折损 但陛下此时如果骤然返嫁 那必定军心大乱 真是无力回天了 但当下高伟只看到了爱妃 一双碱水秋童和几乎要垂下来的眼泪 哪顾得上别的 他带着冯小莲就向都城夜城奔逃而去 被其大败被杀将士万余人 逃亡路上高伟脑子又抽风了 他突发奇想将冯小莲封为左皇后 那疯了皇后不穿皇后的衣服怎么能行呢 高伟又命令太监潜回晋阳别宫去取衣服 取来衣服之后 冯小莲换上对着镜子欣赏了好一番 才心满意足的又逃命去了 一笑相亲国变王何劳经济史堪商 小莲玉体横尘业以报周师入晋阳 这就是晚唐诗人李商尹对此情此景的描述 有这样的皇帝被其想不亡国都难呀 公元577年正月初一 眼看北齐军队无法抵挡北州的进攻 高伟为避祸将皇位传给了七岁的太子高衡 施为北齐右主 高伟则成为了太上皇 但高衡这边刚继位24天 高伟又命右主让位给驻守在盈州的大丞相任成王高阶 高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吴上皇 他委派势中耶律孝卿将善文和玉玺送给高阶 但耶律孝卿反手将玉玺给了北州武帝宇文雍 以此作为投靠北州的资本 随后高伟高衡一行数十人全部被北州俘虏 北齐灭亡 冯小连被宇文雍赐给了北州代王宇文达做小妾 公元577年10月 高伟高衡等人被杀 这一年北州武帝宇文雍完成了他一统北方的大业 北齐灭亡之后 宇文雍追封胡绿光为上驻国崇国公 他曾经登上夜城城楼感慨说道 如果胡绿光还活着 这哪能得到夜城呢 北齐北州刚建国的时候 两国军事实力悬殊 每年冬天 北州人都要捣碎两国边界上的兵 以防北齐军队踏兵突袭 到了高伟继位的时候 军事实力依然悬殊 但是情况却完全反了过来 变成北齐人开始捣碎河上的兵 怕北州入侵 说起来北齐的奠基人高欢的发迹 要比北州的奠基人宇文太早得多 宇文太刚创业那会儿 手里的兵力人马也就两万多 可是高欢这边一言不合就是二十万大军 那场面实在是太阔绰了 有人将北州最终灭北齐 归咎于汉人选择显卑化 和显卑人选择汉化的结果 但这其实只是表象 不论是北州还是北齐 其实都是湖汉大融合的王朝 北州的强盛得益于国军的得志 早在宇文太时期 西魏就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军事上采用辅兵制 在全国各地设置辅这样的军事单位 以此为据点来集结兵力 辅兵平时就在地方上耕种土地 利用农贤时期进行训练 遇到战争 军队则由各地的辅兵抽调而成 朝廷再派大将前去领兵 战争结束之后 辅兵各回各地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武将拥兵自重 还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士兵的价值 国家不需要额外的花销来供养士兵 士兵耕种的收获反而能为国增加税收 政务上宇文太采纳了明臣苏绰的六条诏书 其核心是先至心 敦教化 尽地利 酌贤良 续预送 君复役 要求官员们端正心态连接奉公 培养老百姓简朴善良的品质 合理利用土地 不违背农食 体恤百姓绝不滥用私刑 君贫义 缩小贫富差距 高欢这边的治国方针 则跟宇文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高欢看来 勋贵们贪腐 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打天下后应得的回报 只要勋贵们对高家保持着绝对的忠诚 其他的就可以一概不管 这就为日后北齐的发展埋下了一颗雷 到了儿孙这辈 宇文太的第四子 北州的第三位皇帝宇文雍继位后 韬光养晦十多年 暗中积蓄力量 看准时机 一举铲除了把持朝政的全臣宇文户 也许会说 北州和北齐的朝堂一样 都充满了蝶血的政治斗争 但这也只是表象 在激烈的人事斗争之后 北州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君主集权的过程 对北州而言 这是浴火重生的蜕变 而北齐的政治斗争 真的就只是一群人在争权夺利 此后宇文雍就一直延续着 父亲宇文太的改革体制 对内以德治国 对外着眼于统一北方 甚至统一全国 宇文雍就是那句说出百姓得乐 正合惧下地狱的皇帝 关于他的故事 我们在灭佛运动的那期视频中 曾经提到过 有兴趣的可以回看 北州整顿励志的时候 高家的子孙们在干什么呢 在调戏嫂嫂 在裸奔 在玉体横沉 当整个国家都被无能 只被把持时 离王国就不远了 高氏皇帝们究竟有多奔放 才能让后世史学家 一度怀疑 他们是不是有家族遗传性精神病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 北州灭北齐之后 周五帝宇文雍正准备大展拳脚之时 突发疾病骤然离世 享年36岁 继位的周宣帝宇文雍暴虐 昏庸 两年后也随之早邀 北州大权被外戚杨奸窃取 公元581年 杨奸费州建随 疯狂的屠杀宇文氏族人 宇文太子孙悲剧性的全军覆没 公元589年 随朝统一天下 高氏宇文氏两大家族 50年风云变幻 开机建国 克城霸业 到头来却为杨家做了嫁衣 真是造化弄人啊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屋 欢迎来到东西托邦 2022年4月28日 两个乍看之下 令人不解的关键词 冲上了热搜 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 上官婉儿是武则天 和唐忠忠离显时期的女官 而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 两个人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 而且年龄只相差一岁 但是史料并未记载 两人之间存在任何的交集 然而4月28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首次公开展示了 上官婉儿墓中出土的墓制 墓制显示 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 不仅相识 还有着令人动容的情谊 正史中的上官婉儿 玩弄拳术 攀附逆党 野心极大 数次易主 在几代当权者的斗争中 各方游走游刃有余 城府极深 而且私生活还非常的混乱 与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调情 跟武则天的侄子武三司 翻云覆雨 甚至跟宰相崔石 及其兄弟崔叶崔利崔敌 玩过众星捧月 但上官婉儿死后 太平公主为他写的道词 却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真的有如史书中描写的那般 不堪吗 2013年在陕西出土的上官婉儿幕 也许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公元664年大唐林德元年 唐高宗理智时期 长安城内一位颇有声望的算命先生 走进了当朝宰相上官怡的府邸 算命先生隔着围杖坐下 围杖那头是上官怡的儿媳妇郑氏 郑氏低声说道 谢山昨晚梦到有一位巨人从天边走来 手持如船大秤 交于我手 不知何意呀 算命先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 此梦乃大吉之兆 腹中孩儿必定是大富大贵 将持此秤 梁天下事 郑氏听后大喜赐予重金仇谢先生 消息很快传遍了府邸 整个上官府上下一阵狂欢 所有人都认为 郑氏怀的必定是个男胎 孩子将来一定会像爷爷一样 出将入相 只有算命先生走出府邸之后 一声叹息 喃喃自语说道 只怕此孩儿财经天下 就算他上官室 有颇天的富贵也承载不下 连着孩子自身的命格 恐怕也要受到影响 不久之后 正是林鹏 竟然生下来了一个女娃娃 上官府上下都纷纷议论说 这算命先生就是个骗子 你一个女娃娃还持什么秤 量什么天下 量量女工还差不多 这个女娃娃就是上官婉儿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 她会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 有金国宰相之称的女官 关于上官婉儿出生的这段故事 相当离奇 但你别以为是我在这跟你胡编乱造 这段故事在正史新唐书中 是可以找到出处的 婉儿出生之后 不久离上官府不远的皇宫内 皇帝李治和皇后武则天 闹起了离婚 这场帝后之间的家庭纠纷 却给上官氏一族带来了滔天祸事 上官婉儿的爷爷上官仪 在唐太宗时期考中了晋士 从此入朝为官 为人清廉刚正 不受馈赠 善绝一案 在官场上一步步高升 到了唐高宗李治龙朔年间 已经为己宰相 而上官一拜相的时候 正是皇后武则天 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时期 公元660年 显庆五年十月间 唐高宗李治风急发作 头晕目眩 不能够处理朝政 于是让皇后武则天代劳 武则天展示出来了过人的治国理政之才 从此一步步掌权 后来甚至尊号为天后 与李治并称二圣 武则天对权力的渴望 让唐高宗李治心生忌惮 公元664年末 武则天在宫中请述事做法 李治对这种事情很反感 于是便跟身边的宰相 上官仪发发牢骚说 皇后最近真是越来越强势了 根据资质通鉴记载 老臣上官仪这个时候 竟然跟唐高宗李治说道 皇后装横不如废之 唐高宗李治在气头上 他一气之下采纳了老臣上官仪的建议 并且命令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 可这边废后诏书末迹还没干 那边武则天的眼线就飞奔到了后宫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武则天 武则天怒气冲冲的冲上大殿 怕老婆的李治手足无措 晃晃晃晃憋出来了一句话 我没打算废后的 都是上官仪教我的 上官仪就这样背了黑锅 林敦元年12月13日 公元665年1月 上官仪和儿子上官亭之 一起被斩首 而上官亭之正是上官婉儿的父亲 正是和尚在强保中的婉儿 作为最沉的妻女 被冲入夜庭为奴 所幸婉儿的母亲正是出身大户人家 学识见识都非同一般 即使是深处逆境 也没有放弃对婉儿的培养 再加上唐朝发达的宫廷教育制度 婉儿从小就熟读诗书 而且公寓文词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了非凡的才华 根据唐六点夜庭局的记载 唐朝宫廷内设有宫教博士 官从九品下隶属于内市省 由有才能的宦官担任 负责教所有工人奴婢 经书史书 老庄之学 礼乐书画等等 一奉二年公元677年 不到14岁的婉儿 已经出落的秀美清营 一贫一笑自成风度 这一年武则天听闻了婉儿的才华 便召见了她 想要当场出题考考她 可谁知道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丫头 竟然对答如流 而且文章虚语而成 此早华丽非常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 上官婉儿随手写下的句子 看起来就像是构思了一晚上的佳作 武则天独霸大为惊叹 当场就免去了上官婉儿关闭了身份 并把她留在身边负责起草文书照命 此后武则天所下制告 大多数都出自于上官婉儿的手笔 说到这可能会有人感到疑惑了 武则天赐死了上官婉儿的父亲和祖父 按理说上官婉儿和武则天之间应该有不共戴天之仇 上官婉儿为什么会效忠于武则天呢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说来也简单 上官仪和上官婷之被斩首时 上官婉儿还是个娃娃 对家族的衰落并没有太多的记忆 婉儿和母亲正是在夜庭生活了十多年 如果没有武后的照见 婉儿的一生都将默默无闻 从这种角度来说 武后无疑是婉儿的贵人 是她让婉儿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对于武后而言 把仇人的后代放在自己的身边 还唯以重任 则可以证明自己的气魄 最重要的是 武则天是真的稀罕上官婉儿的才华 后来试试证明婉儿也没有让武则天失望 受到提拔之后 上官婉儿经过武则天唐忠宗两朝 一步步迈向了人生的巅峰 根据唐代文学家李肇所著的汉林志 到了唐忠宗时期 婉儿的职责是赌长制告 他有昭荣的身份 可以随时入境中 也就是皇帝的寝宫 为皇帝起草制书 这一职责与北门学士 汉林学士等执掌机密者无异 也是皇帝分割宰相权力的一种方式 锦龙文馆记中还记载 从武则天通天年间 到唐忠宗锦龙年间 军国谋略生杀大权 都由上官婉儿所决定 可见其权力之大 上官婉儿当政期间 最大的贡献要属扩大文学机构 修文馆的规模了 他广照当朝词学知识 大力开展文化活动 还增设了大学士一职 由三品以上的朝廷重臣担任 多次举办诗文竞赛 比赛中上官婉儿不仅常常 代替中宗李显伟皇后 和安乐公主作诗 此早优美当时被广为传颂 中宗李显还命上官婉儿 对大臣所作之诗词进行评定 位列第一者常常获得重金赏赐 一时之间朝廷内外 吟诗作父迷然成风 这也应了上官婉儿降生时 算命先生的那句 梁天下士的预言 锦楼文馆记中评价那一时期是 朝中无不学之臣 每一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 自己的才华与能力 这些都是上官婉儿的功劳 与此同时 婉儿也亲眼目睹了 朝朝上的各种尔虞我诈 武则天如何运用权谋 打压政敌 又如何恩威并施统御群臣 出于对婉儿的信任 午后连在后宫放浪行骸 都丝毫不避讳婉儿 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当中 影响着婉儿 史料对于上官婉儿 淫乱私生活的描述 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首先是和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 暧昧不清 旧堂书和新堂书中 都有婉儿因为忤逆了武则天 遭受默行的记录 两部史书中都说 婉儿五指当猪 母后很生气 但因为稀才 并没有真的杀了上官婉儿 而是用力气将其额头刺破 也就是古代在脸上 刺字刻纹的墨形 不过正史中 对于婉儿究竟犯了什么错 五指当猪 却语焉不详 似乎有难言之隐 根据也使 这其中的缘由 难登大雅之堂 《控贺揭秘记》中记载 武则天将上官婉儿 视为心腹 与张昌宗张义之 两兄弟行床踏之欢时 也丝毫不避讳婉儿 婉儿正值斗控年华 再加上张昌宗 滋容秀美 不由的心如怒撞 后来有一天 婉儿与张昌宗 互相调情的时候 正好被武则天撞到了 武则天一气之下 拔取金刀 插到了婉儿的额头上 怒斥说道 感动我的人 罪当处死 后来婉儿为了掩盖疤痕 在额头上 闻了一朵红色的梅花 谁知道 却显得愈加娇媚 还无意中 在宫中 引领了一波 红梅妆的风潮 不过关于红梅妆的由来 也有不同的记载 《北户录》中说 有一天 陶高宗李治和武则天 在与大臣们议事的时候 命上官婉儿 在一旁做记录 但上官婉儿 却被一位风华正暴 英俊潇洒的宰相 所吸引了 忍不住 抬头多看了几眼 退朝之后 武则天盛怒 拿起一把修指甲的小刀 扎在了上官婉儿的脸上 上官婉儿万分惶恐不安 其中生智 做出了一首起八刀子诗 武则天见他才华过人 这才放过他一命 公元705年 神龙政变 武则天被迫退位 太子李显即位 实称唐忠宗 神龙政变后 不到一年 武则天便悲愤离世 此后上官婉儿 被唐忠宗封为结余 官至三品 不久后 又升至二品昭荣 真正的进入了 后宫主人的行列 也就是说 上官婉儿一生中 名义上的丈夫 是唐忠宗李显 但是大部分史学家都认为 婉儿与李显之间 并没有夫妻之实 神龙元年 公元705年 婉儿已经41岁了 这在古代都是 当奶奶的级别了 所以推测 李显纳他如后宫 也只是想让他 帮忙分担政务 这点从李显允许 上官婉儿 在宫外设私宅中 也可以看出 也有史学家认为 上官婉儿可能是 武则天指婚给李显的 为的是把自己的政治理念 传递下去了 说到这儿 可能又有人会问了 既然想让上官婉儿 帮忙分担政务 为什么不直接封他做女官 而是让他当妃子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先卖个官子 稍后解答 旧堂书中记载 婉儿在成为李显的妃子之后 又与武则天的侄子 五三四成了情人 还因此常常帮衬武士家族 排异皇家 导致太子李重俊 非常的气愤 公元707年 李重俊发动宫廷政变 杀死了五三四 又追杀上官婉儿 婉儿找到了唐中宗和伟皇后 以柔弱又大意凛然的姿态 说道 我看太子这副模样 分明是想先杀了我上官婉儿 而后便要誓杀陛下和皇后了 伟皇后并非李重俊的生母 而唐中宗又太过软弱无能 就这样李重俊成为了刀下王魂 除此之外 为了在宫廷中站稳脚跟 五三四被杀之前 上官婉儿还曾经将情人五三四 转手介绍给了伟皇后 就在伟皇后与五三四打得火热之时 为了排解归中寂寞 上官婉儿又瞄准了下一个目标 御史中成崔石 新唐书中说 上官婉儿是邪人慧夫 他常常与崔石外出游玩约会 而崔石呢 为了讨好情人 更是将自己的弟弟崔丽 崔叶和崔迪 依次献给了上官婉儿 作为回报 上官婉儿则扶石炊石 登上了宰相之位 但凡提及上官婉儿的史料 都离不开淫乱弄全四个字 但这真的是上官婉儿的全貌吗 2013年8月 西安咸阳机场扩建 根据中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在工程施工之前 要对建设用地进行考古勘探 西安号称千年古都 一锄头下去就是文物 每一次搞基建 最忙的就是考古局 这一次也不例外 西安咸阳机场附近 发现了一座带有斜坡木道 五个天井的唐代古墓 对于唐墓来说 天井的数量代表着墓主人 生前的身份和地位的高低 五个天井至少是三坪以上的官员的墓葬 而且大概率是由朝廷出资建造的 所以初步判断 这座古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唐代墓葬 然而陕西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 在墓葬中只清理出了 一百多件陶涌和陶动物 体型都不大 种人也不多 基本没有彩绘 随葬品的寒酸 似乎与墓葬的规格有些格格不入 最重要的是 墓葬的北半部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第四第五个天井采用大开挖的方式 直接挖到底进入墓室 墓室呈正方形 边长4.5米 顶部全部坍塌 地砖全部被掀起 墓室内竟然没有发现棺果 也没有文物出土 古代盗墓贼为避免塌方 所挖的稻洞 直径一般都只有五六十厘米 这样明目张胆的对墓穴的破坏 不可能是盗墓贼所为 专家推测应该是官方毁墓所致 在唐代官方毁墓算得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了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武则天因为徐敬烈反叛 而毁其祖父李济之墓 这在正史上都是有明确记载的 但咸阳机场所发现的这座墓葬 既然是朝廷出资建造 那么官方又为什么要毁墓呢 令人欣慰的是 涌道内放置的青石墓制保存完好 墓制上刻着九个篆字 大唐故昭荣上官是名 这九个字清楚地道明了墓主人的身份 大唐数百年被封为昭荣 又姓上官的只有上官婉儿一人 墓制中之所以没有写婉儿的名讳 也许是因为婉儿只是上官昭荣的辱名 他强保丧父随后十几年 与母亲没入夜庭为奴 可能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 墓制盖下面是982个字的墓制正文 措辞公文文采华丽 记载了上官婉儿的籍贯 士气 生平解药 死因等信息 关于婉儿的死因 墓制中说 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 徒遭不幸而殒命 十年四十七岁 虽然简略 但这与资质通鉴 新旧堂书等正式的记载是一致的 神龙政变后 天下虽然又回到了礼堂的手中 但堂中宗李显 软弱无能 导致伟皇后和安乐公主逐渐掌权 景龙四年六月 公元七百一十年 仅仅做了五年皇帝的堂中宗李显 突然驾崩 年仅五十五岁 旧堂书堂中宗传中记载 野心勃勃的安乐公主 一直向堂中宗所谓皇太女的头衔 所谓皇太女就相当于皇太子 也就是说安乐公主想要做储君 进而效仿祖母武则天成为一代女帝 但堂中宗李显迟迟没有答应 于是安乐公主便与老妈伟皇后 合谋用毒酒毒死了堂中宗 不过中宗死后 安乐公主的女帝梦想也没能实现 因为她的老妈伟皇后 也同样对权力充满了欲望 伟皇后历年仅十六岁的李重茂为皇帝 改年后为唐龙 自己则以皇太后的身份摄政 携天子以令诸侯 而上官婉儿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伟皇后一党的 他们沆瀉一气把持朝政 旧堂书中说 婉儿曾经劝伟皇后效仿武则天 可李重茂登基不足一个月 屁股在龙椅上还没坐热呢 公元710年7月21日 林子王李隆基便和姑姑太平公主发动了唐龙政变 将李重茂赶下了台 拥立李隆基的父亲李诞上位 实称唐瑞宗 随后李隆基因为立下了大功而被立为太子 唐龙政变中 伟皇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全部被杀 《资质通鉴》中记载 当晚李隆基指挥的大军杀入皇宫时 上官婉儿异常镇定 他甚至率领宫女们高举火珠迎接李隆基的人马 这是因为上官儿手中有一份诏书的底稿 他认为这是可以救他于水火的救命稻草 原来中宗李显死后 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一起草拟了一份唐忠宗的遗诏 遗诏的内容是立唐忠宗的儿子李重茂为皇太子 相往李诞辅政 伟皇后作为太后摄政 李诞是李隆基的父亲 这份遗诏无疑是平衡了各方势力 同时削弱了伟皇后的影响力 只可惜遗诏后来被伟皇后篡改 没能得以实施 但聪明的婉儿留下了原始遗诏的底稿 政变当晚他出示这份遗诏的目的很明显 以诏书作为投名状 向李隆基邀功 表明自己与李唐家族是同一立场的 可没想到李隆基不为所动 当场将上官婉儿斩杀 还是在众人面前砍头祭祈 一代才女就此相消欲远 李隆基斩杀上官婉儿 是因为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怀疑依照底稿的真实性吗 陕西出土的上官婉儿 慕智告诉我们 李隆基可能并非不信上官婉儿 而是婉儿在他这 有不得不死的理由 从慕智的字面意思看 下诏安葬上官婉儿的是唐瑞宗李诞 但慕智中还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太平公主哀伤 附赠捐五百匹 前使吊祭 辞职筹谋 意思是婉儿的去世 让太平公主悲痛万分 赠予五百匹捐作为藏仪 派遣使者平调祭祀 祭祠情真一切 按照唐代木制的撰写惯例 撰文者大多数会在续文末尾 对出资制作木制的请托人 点名奉承一番 由此推断 上官婉儿的礼造 完全是出于太平公主 游说唐瑞宗的结果 而葬礼的实际出资人 正是这位当时 舒伊伯尔的大唐公主 无论主导礼造上官婉儿的是 唐瑞宗还是太平公主 但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在唐中宗后期 婉儿与襄王李诞太平公主 属于同一阵营 而非伟后一党 洞察全局的李隆基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那他为什么要斩杀自己人呢 婉儿又是怎么跟太平公主 解下不解情意的呢 他的墓又是谁毁了的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墓制当中 专家分析墓制后发现 这里面竟然隐藏着一段 可能被篡改了的历史 唐中宗时期 桃桃上有两股政治势力 一股以襄王李诞 也就是后来的唐瑞宗太平公主 以及李诞的儿子李隆基为首 另一股以韦皇后安乐公主为首 上官婉儿一开始选择战队伟皇后 但是政治嗅觉敏锐的她 很快便意识到了伟后一方的颓势 中宗末期 上官婉儿转而依附太平公主 这点从婉儿的墓制中可以看出 婉儿死后 墓制由太平公主请托制作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都在描述婉儿与伟皇后之间的矛盾 婉儿强烈反对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 四次拼死劝谏唐中宗 第一次检举揭发伟皇后母女的恶行 可唐中宗不信 第二次请求辞位 但唐中宗不允许 第三次请求削发维尼 唐中宗又命人夺去了她手中的刀 第四次甚至隐阵以死相见 但也没有成功 最后再三请求降位 唐中宗这才答应将婉儿 从昭容降为了结语 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年龄相仿 而且都在宫中长大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宠爱的小女儿 长相性格才感都像极了武则天 武则天在位的时候 就常常在私下里与太平公主商讨政事 唐中宗李显复位之后 太平公主同样积极地参与政治 很受中宗的敬重 而上官婉儿之前一直在武则天身边做秘书 虽然史料中不曾记载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之间 存在任何的交集 但两人是具备频繁接触的条件的 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认为 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很有可能一早就认识了 唐中宗后期 上官婉儿为了立于不败之地 转而投靠太平公主是明智之举 但她也有一个重大的失误 那就是她不了解李隆基 李隆基有一条底线 那就是大唐不能再出现第二个武则天 与姑姑太平公主联手铲除伟后一党后 李隆基接下来的斗争对象 不是别人就是姑姑太平公主 而上官婉儿是太平的心腹 在外朝内庭都有极大的影响力 有她在李隆基斗倒姑姑就更难了 这就是上官婉儿不得不死的原因 婉儿被杀当时 太平公主应该是不在现场的 婉儿之死让太平看清了侄子的野心 太平公主礼葬上官婉儿 既是出于情意 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 为婉儿证明可以打击李隆基一方的势力和声誉 要知道发动政变时 除了得到舆论和禁军的支持 还需要一个熟悉内功环境的人作为接应 如果没有婉儿率工人手持火烛 迎接李隆基大军 他们是很难精准布局直击政敌要害的 之前因为没有搞清楚宫廷内部状况 而政变失败的李重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唐瑞宗同意后葬上官婉儿 并且赐嗜好慧文 无疑是在昭告天下 你李隆基一时草率杀错了 这让李隆基如梗在喉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之后 政治势力日渐增长 同时与姑姑太平公主也越来越视同水火 公元712年沿河元年8月 为了大唐江山的稳定 也为了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 唐瑞宗李旦直接在生前 让位给了太子李隆基 自己当上了太上皇 随后太平公主开始加紧谋划 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李隆基 但李隆基先发之人 于公元713年先天2年7月 一举铲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 太平公主因谋逆罪被赐死 这起重大的宫廷事件被称为先天政变 古代女子死后一般会与丈夫合葬 所以按理说太平公主应该归葬于 驸马五优记之墓 但是史料记载 为了让太平公主死无葬身之地 唐玄宗李隆基下令毁掉了 驸马五优记之墓 有学者认为李隆基在铲平驸马墓之时 也顺手毁掉了上官婉儿之墓 在唐玄宗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 这场权力的角逐当中 上官婉儿自始至终都只是一颗棋子 多年后证据稳定 唐玄宗李隆基命宰相张月 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 编成了一本昭容文集 李隆基还命张月做序 将上官婉儿比作班节鱼和左分 可见唐玄宗虽然因为权力斗争杀了上官婉儿 但在他心中还是很欣赏婉儿的才华的 只可惜这本昭容文集如今已经失传了 除了唐龙政变的真相 上官婉儿墓志中还有一句话 尤为引人注意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13岁时被封为才人 书法精妙精通各家书体 能力出众应变力比流星还迅速 上官婉儿13岁时是唐高宗李治时期 也就是说上官婉儿一生中 曾经被两位帝王纳为妃子 史书上从来没有记载过上官婉儿 被唐高宗封为才人这一点 物质的出土颠覆了以往的记录 刚才我们提到婉儿正是在13-14岁的时候 被武则天看重脱了奴籍的 大部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都认为 婉儿才人的身份很有可能就是武则天特意指定的 这和唐中宗李显时期昭容的身份一样 只是给他佳品的名号 并不是实质上的后宫嫔妃 武则天是谁啊霸道女总裁啊 以他的性格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汗睡 上官婉儿被武则天提拔是在公元677年 从公元675年开始 唐高宗的封玄症就越发严重了 基本上已经不能正常上朝了 武则天正式设政也是在这一年 所以唐高宗李治 即使是对婉儿有心也是无力的 那我们回到之前提出的一个问题 既然武则天和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都有心重用上官婉儿 为什么不直接让他当女官 而是给他一个后宫嫔妃的头衔呢 这就得说说唐朝的女官以及后宫嫔妃的品阶了 唐朝时后宫效仿前朝六部设六局 分别为上宫局上仪局上福局上时局上寝局和上宫局 六局的首席女官合称六上 六上的官位是正五品 换句话说女官做到正五品基本上就到头了 但财人的品阶上来就是正五品 后宫当中皇后是没有品级的 因为她是皇帝的正妻 是后宫的统领 皇后下面设有四妃 贵妃 淑妃 德妃和贤妃 他们是正一品 除此之外公主和亲王也是正一品 四妃之下又设有九品 朝仪 朝容 朝元 修仪 修容等等 他们属于正二品 上官儿就曾经被封为唐中宗的昭容 九品之下还依次设有 结余 美人 财人 宝林 玉女等品阶 武则天当初就是先被唐太宗 封为财人 又被唐高宗封为朝仪的 爱财惜财的他 可能也想把婉儿 放在当初自己开始的地方 看看婉儿能走多远 上官婉儿曾经是 唐高宗理智财人的这一经历 属于重要史实 按理说应该被记录于正史之中才对 可为什么任何史料当中都没有提及他的这一经历呢 专家推测原因可能是这样的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如果正史记载此事 不免让人拿上官婉儿与武则天做对比 进而推测是李隆基忌惮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的政治势力而有意杀害他 这自然会影响唐玄宗李隆基的军威 虽然玄宗晚年一手好牌打得稀赖 也不存在什么均威可言了 那么按照这种思路 正史中对上官婉儿淫乱私生活的描述 会不会也是故意抹黑呢 上官婉儿在宫外的私宅常常被人当作他和情人约会的地方 但他并非真正的妃嫔 并且以自己的能力做到了二品金国宰相的位置 皇帝赐给他一所外宅其实并不过分 这所外宅不是单纯享乐的地方 也有他的政治用途 比如说举办文学活动 结交有能之士 培植直接忠于皇上的政治势力 对外朝宰相其制衡作用等等 然而李隆基对于后宫干政是深恶痛绝的 他后来登基后 急于扫清朝堂上残存的敌对势力 拿上官婉儿的生活作风作文章 不仅可以帮助他迅速排除一己 也能够营造出上官婉儿此有余辜的形象 这句是上官婉儿的顶名之作《彩书院》中的前两句 以龟中私父的口吻表达了对久久未归的丈夫的思念 在写这首诗时 婉儿脑海中浮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我们不得而知 他是否真的独乱恭维 淫秽不堪 真相也许永远要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婉儿的形象是立体而饱满的 清代诗人袁梅称她是簪花人作大宗师 唐代诗人吕温说她是不服丈夫胜妇人 上官婉儿在风暴中出生又在风暴中死去 她的一生是不能用淫乱弄犬四个字来简单概括的 有学者将上官婉儿所生活的唐初时期称为红妆时代 那一时代集中涌现了一批高调公开的追逐自己理想和报复的女强人 她们用实际行动抨击了女性不能参政的男权思想 曾一同见证过女性居于权力顶峰的风云岁月 也曾经一同梦想着延续这个激荡的时代 并且为之努力过争取过 但最终还是在波鬼云爵的权力博弈中成为了牺牲品 上官婉儿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